还有现在诈骗越来越横行 甚至连要结婚的新郎官都骗 新竹一名无姓工程师 他结婚之前 通过网路向一家租车公司 订了六部理车 租车公司当时还派了专员来洽谈 没有想到付了一万两千块钱的费用之后 婚礼当天却一部车都没有来 吴先生这才知道被骗了 赶紧报警 结婚当天预定的理车没出现 当时吴先生就急忙拨打 租车公司专员的手机 手机打不通 急忙再照着网路上 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打去 但结果却是 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 新竹的无姓工程师 原本开心迎娶美娇娘 特地上租车网站租理车 租车公司还派专员来谈 只是没想到付了一万两千元的订金 当天却一台理车都没有 这才得知被骗了 民众以后要是碰到这种情形的 在网路上订购的话 还是要亲自到这个公司 航号的所在地区 然后可以确认它 确实这一家是真的公司航号 这样的话对民众也比较有保障 租车公司网页询问者留言众多 照着上面的地址去找店家 但眼前确是家电脑维修行 他留的地址是您这里 那你们这里都没有 我们没有五楼 我们就二楼三楼四楼 五楼是晒衣厂 晒衣厂 那没有什么离车出去 那他留的地址是假的 对 紧急相亲有借车下婚礼 总算是完成了 尽管吴先生事后已经报警 不过这钱恐怕是要不回来 只能说上一次当学一次乖 消费者在网路消费时 最好还是小心为妙 民事新闻夜新凯新竹报道